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志勤大学主修机械工程 曾经在贸工部 财政部和金融管理局任职 他是政府奖学金得主 不过在完成六年合约之后 他马上加入私人企业 到雅诗格的母公司凯德集团工作 38岁内年 他接下重任 掌管雅诗格 这位年轻的CEO怎么样以新思维管理公司 还有想建立怎样的团队 你当年货班新加坡政府奖学金 毕业之后就加入政府部门担任要职 后来为什么要决定放弃高薪和稳定的工作 加入私人企业呢 然后奖学金的时候大概是18、19岁 那时候家境不是说非常的好 如果没有政府的奖学金的这个机会的话 肯定就要上大学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所以非常感激了这个政府给我这个机会 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有机会就是说去尝试 跟那些大学同学串业 我对整个企业呢 有很多抱负 有很多理想 但是我也不可以说为了要完成自己的梦想呢 就放弃整个奖学金 在公务员的行政服务做了差不多五年 已经算是履行了我的奖学金的一个义务 那时候下海的时候呢 我的母亲其实有一点担心 我所走的这步棋呢 到底是对还是错 我跟我的父母亲说 我说 我觉得人生很短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尝试 要去追求自己的这个梦想 自己不去尝试的话呢 肯定会后悔 当时你收到了很多公司的就是聘用书 那为什么后来会决定选择凯德集团呢 那时候应征我的是凯德智底的前任CEO 就是亮文良先生 interview的时候呢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说服我要去加入凯德智底 interview完了之后呢 我都还没回到家 他就马上打个电话给我 然后过两天又亲自打电话给我 又邀请我一起去谈 那时候我觉得他身为凯德集团的一个CEO 对我一点背景都没有的无名小卒 他都很乐意地去花这种心思去打电话 我都被他的动作都给打动了 所以就决定要去加入 我加入的时候就是做他的办公室主任 可是当时你是房地产业的新手 所以你是怎么样克服种种的困难 或者是来胜任这份职务的 很多东西要自己去进修 要读很多就是房地产的书啊 财经的一些书啊 要比较有经验的一些同事跟前辈 去要虚心地去向他们学习 我自己也是比较幸运 因为碰到很多就是很乐意提拔我 给我机会帮我指导一些迷惊 上司的提携 前辈的帮忙 加上自己的努力 让李志勤在职场上展露锋芒 如今身为雅诗格的总裁 他也坚信善用人才是领导者的重要职责 汉武帝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 盖友非常之功 必带非常之人 你要有多好的成就的话 你必须要有非常强的一个团队 找到自己的精英 就是说我们作为领导者的话 要去找我们的千里 最重要是要先把人才引进公司 然后我觉得要适当的给他们 就是说机会 不用去太过去约束 他们的工作的一些内容跟范围 这样他们才有机会去发挥 那么如果要成功的管理一家企业 其实有效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那你平时是怎么样和员工沟通的呢 可能我算是一个比较新派的CEO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跟员工 有更加多的机会能够去接触 去了解明星 面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 其实我跟很多中国的同事 都用微信 而且全球的很多员工 都直接的跟我用WhatsApp 来进行一些沟通 跟我反馈一下 他们可能是工作上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自己家庭的一些事情 也会跟我去分享 所以我自己觉得 也从这种的方式 能够让我更亲密的 去了解我们的员工 李志勤真诚直接的沟通方式 拉近了他和员工之间的距离 也提升了团队的默契和工作效率 除了开诚布公的交流 李志勤也喜欢通过集体运动 来加强团队的凝聚力 大家开心这是最重要的 而且在运动的时候都不分级别 而且能够反映到团队精神 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所以球学时候你也是运动健将 就是喜欢运动的 合作的一个体育精神 那你觉得在球场上的 就是竞技和管理一家公司 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我们就用足球的这个例子 有些人就要做前锋 有些人就要做锁门员 有些就要做后卫 跟公司的整个管理是一样的 因为你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能力 不同的背景 怎么去调配那些适当的人选 去做适当的事 然后就能够达到适当的一个成绩 如果以踢足球来说的话 你觉得你目前扮演的是 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 现在来说的话算是教练吧 这几年最满意的就是看到很多 我们的员工逐步的成长 他们都能够胜任 所以我现在花了很多时间 就是在算是一个教练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去这么把整个团队聚集好 建立一个与时俱进 团结一致的团队 对于雅诗格的未来发展 李志勤有明确的方向 在访谈的过程中 他给我的印象是有魄力有决心 作为掌舵人 他的领导智慧在于懂得人心 善用人才 他勇于放手 让员工有发挥和成长空间 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个伯乐 更是一个启发团队 共同前进的中心人物 李志勤在访谈中 提到他念大学的时候曾经创业 其实他那次做生意做得挺好的 还做到成为新加坡规模最大的 详情就在我们的网站中 网址是 chianainews.sg slash moneyweek 视频也在我们的面部网页中 广告回来 去看一些新加坡人 学习做鞋子的手艺 还做出一门生意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